大家好,我們現在來到B&W漲區 這一次B&W特別強調性能部分 所以它特地借了這部叫做M8GT的賽車 這部等於是它們最新發展的8SeriesGT跑車所延伸而來的賽車 那它未來將主要的戰場會是在WC跟逆曼的耐久賽事 GTE級別的賽事 那它依照賽事規格它的馬力大概是500匹左右 但是它車重非常輕,它尺寸相當大 可是它車重大概會坐落在1225公斤跟1245公斤 大概就1200公斤左右,非常輕 所以它的性能是不在話下 那也是這一次B&W的主秀車款 好,各位觀眾朋友,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全新一代的M5 那它這一次呢,很特別的是它加入了四輪傳動的系統 那它搭載的相同是一個V8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那它最大馬力可以達到600匹 那搭配8速的變速箱呢 可以在3.4秒的時間內完成0到100的加速 那它這一次展出的這個顏色很特別 有點帶,有點紅,消光紅的車色 那這一次在車展中呢 各自的車展都使用了一些比較鮮豔或比較特別的顏色 那B&W在M5的部分就使用了這個比較特別的紅色 那這也是接下來 在2018年度呢 B&W會引進一個相當重要的車款 那大家要知道B&W都有一個i系列的電動車的 的這個車系 那這一次B&W在車展裡面 展出了全新的小改款的i3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i3S 就是動力加強版 那比起原本的i3呢 它動力增加到了184匹 那它的扭力呢也增加了2公斤米 所以它整個加速呢會更快 0到100只要6.9秒 相當是一些小鋼炮的性能水準 那在享受電動車的節能之餘呢 還可以享受到性能的快感 那大家一定會很納悶喔 為什麼會拍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然後就是一個清水魔的建築物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會有一個全新的X2 全新的V&W全新的CUV 小型的概念車 那因為由於它目前在全球上位正式發表 只有在先前的日子裡面呢 公佈一些相關的訊息以及訂裝照 那因為它還沒有正式發表 那這一次面帶又特別力挺台灣的車迷喔 所以它運來讓大家看 可是沒有辦法曝光 因為它沒有正式發表 所以它相關規格還沒有辦法露出 所以我們只能在外面看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車展期間來現場排隊 或是VIP也可以看得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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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